潛力股 潛力股就是上海醫藥 潛力所在什麼呢 一來這陣子醫藥股比較走得英俊一點 其實過年前我已經推介過幾隻 大部份都有表現 甚至絕大部份都有表現 都升得有一兩成不錯的上升空間 其中一隻山東三華製藥 更加做得比較好的其中一隻 今天再講講醫藥股 給大家留意一下 這隻是上海醫藥 潛力來自何方呢 或者來自哪裡呢 就是那個箱底 一個底 一個底 兩個底 頸線在這裏 十四個七路 已經穿了 穿了現在正在上去 上去呢 今天做一個陀螺 那做陀螺呢 估計呢 就只要換年 陀螺意思呢 就是高位呢 就開始很淡增持了 那也升了那麼多 去到這個前浪頂 或者這個前浪頂 水平 這個大閘密集的成交 去到這裏呢 出現陀螺 就是要反映 在這些水平開始有人獲利回吐了 那可能呢 所以這個情況之後有機會呢 股價先回一回的 回一回呢 就做了所謂呢 就是一個突破 就是回試後抽 就回試回 或者迫近之前的支持位 就是一個雙底的頸線 那跟著呢 才有機會有可能再去抽一轉上去 那所以呢 就可以留意住了 當它回軟 就是回試後抽的時候 迫近 迫近或者接近 這個雙底 頸線的時候呢 就可以操作一下 那用這個雙底頸線 或者雙底頸線低一點 就作為一個止蝕位 那這樣駁去 回試後再升 那再升呢 就完成了雙底的量度升幅 那量度升幅呢 就大概是16元左右 現在這樣看一看 16元 那甚至乎呢 就是前浪頂的阻力 高一點了 接近17元 16.7元 那 可以烤烤 因為呢 這個股份自己的走勢強之餘呢 剛才也提了了 近來呢 這些藥物股呢 走勢是比較帥氣的 整個板塊呢 都是蠢蠢欲動 那所以留意一下吧 這就是今天推介的潛力股 稍微擔臨 了解 因此 名字 有 有